广州闹市中的这两个文艺村落 可以吃喝玩乐一整天哦 第一站 黄浦古港 它见证了广州海上尸致之路的繁华 清朝鼎盛时期 平泊在这里的外国商船 多达5000多艘呢 村中的四大宗祠屹立百年 古运尚存 吃货们来到这里还可以大饱口福 村里的街头巷尾都藏着各式小吃 第二站 小周村 广州最有名的文艺村落 想要感受休闲时光的你 来小周村就对了 这里有百年的榕树 有青砖瓦房 有先备用毫壳 砌成了极峻岭南特色的房屋 村里既有凌厉了百年的宗祠 也有民国现代风的特色小店 漫步在古色古香的街头 体验春落文化 黄浦古港和小周的美 在于生活的细节 需要细细体验 用心发现 关注我 下期待你了解更多更好玩的地方